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得益于人们对设计用于运行AI资料中心的晶片的兴趣日益浓厚,ARM给出了乐观的收入预测。 该公司11月上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第三财季营收预计约为12.3亿美元。 不计特定专案,每股收益预计为41美分。 这些目标高于分析师此前平均预期的每股收益35美分和11亿美元的营收。 这一前景表明,ARM公司正从对新技术的投资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回报。 这些新技术旨在赢得为支持人工智慧运算而新建的资料中心的一席之地。 执行长Renee House表示,ARM公司用于资料中心计算机的Neoverse产品的收入翻了一番。 更广泛地说,ARM发出财报之际,正值投资者关注企业在人工智慧领域投资回报的财报季。 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担心目前的支出水平不可持续。 ARM的大股东软银集团正试图将自身融入更广泛的人工智慧领域, 包括参与OpenAI的Stagate人工智慧专案。 ARM的收入来源有两种。 一是向客户出售其设计和标准的许可费。 二是当最终晶片出货时按单位支付的板税。 该公司表示,第二财季营收增长34%,达到约11.4亿美元。 截至9月份的该财季,每股收益为39美分。 其中,授权收入为5.15亿美元,高于此前平均预期的4.72亿美元。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为6.2亿美元, 而分析师平均预期为5.86亿美元。 ARM的技术之所以在行动装置领域取得突破, 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能够在电池供电环境下运行的晶片的基础。 传统上,行动装置市场一直是该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如今,随着资料中心日益面临电力限制, 该公司认为,自身在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并正在增加为亚马逊和Google等公司提供的设计工作。 另外,Renee House表示, ARM计划收购Dream Big Semiconductor Inc. 该公司生产用于网络的晶片。 然而,在全球风险资产遭遇黑色星期二后, 11月首周,韩国COSPI指数跌幅一度超过6%, 并触发量化交易熔断机制。 日经225指数也自10月底以来首次跌破5万点。 尽管最终跌幅收窄, 但全球股市的悲观情绪正在蔓延。 美股三大指数也集体下挫, 其中,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2%。 在全球股市经历了一轮 由人工智慧热潮和降息预期驱动的强劲上涨后, 投资者对高估值的担忧正迅速升温, 引发了市场的普遍回调, 科技股在此轮抛售中首当其冲。 当前,美国正在形成一种风险共识, 即美国资本市场的AI神话已经不可持续。 首先,市场意识到美国AI神话 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上, 即美国公司全部压筑于构建通用人工智慧, AGI, 这种模式耗资巨大, 但没有确定的发展路径。 通常,一种技术随着时间不断升级和应用, 不确定性会降低, 而商业前景会更加清晰。 但是,AGI并不如此, 一项调查表明, 美国95%采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公司 根本没有从该技术中盈利。 长期以来, 市场都被行业的宏大叙事所感染, AGI很快将能做几乎所有人类能做的事情, 甚至可以解决目前所有的难题。 在不断堆砌, 产生巨额支出的先进算力晶片后, 人们开始怀疑, 在技术上可能无法实现叙事。 但基于叙事推动的泡沫已经产生。 数据显示, 美国与人工智慧相关的支出, 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 已经超过了所有消费者支出的总和。 根据另一项计算, 在2025年上半年, 美国人工智慧支出占了GDP增长的92%。 这种巨大的支出与资产泡沫 掩盖了美国实体经济的衰退。 而且, 如此巨大的支出并未产生利润, 估值近一兆美元的OpenAI, 2025上半年净亏损达到135亿美元。 麦肯西调研显示, 近80%部署AI的企业并未因此提高净利润。 市场越来越担心, 泡沫随时破裂。 在次贷危机前, 精准做空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大空头, Michael Burry正在部署做空美国的AI泡沫。 他暗示称, 当前支出过度且回报过低, 将使得AI热潮中许多领先公司最终崩溃。 目前, 与AI相关的股票已经占标普500指数权重, 高达44%以上。 当前美股, AI泡沫与日本当年的泡沫 也高度类似企业购买土地, 推动上市公司资产升值, 企业集团之间通过相互持股继续推高股价。 现在, OpenAI, 甲股文, 汇达之间相互投资和大额订单, 使几家公司的账面收入与成本相互放大。 美国建设越来越多的资料中心后, 其租约被打包成债券向市场出售, 产生更多的隐形杠杆。 如果生成是AI迟迟无法产生匹配规模的现金流, 而AI的算力与电力成本继续消耗资金, 最终可能引发股市和债券市场的连锁去杠杆反应。 不过, 11月首周的最后一天, 汇达与韩国半导体巨头SK海力士达成HBM4供应协议的消息持续发酵, 带动全球记忆体晶片板块大幅上扬。 美光科技收涨8.93%, 爆237.5美元, 盘中最高处级239.88美元, 闯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 美光科技股价累计上涨183.01%, 在AI浪潮带动下, 公司估值与业绩双双攀升。 消息人士称, SK海力士在与汇达的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 HBM4定价较现有HBM3亿版本提升50%以上, 反映出高频宽记忆体HBM需求的强劲增长预期。 美光科技日前披露的《2025财年第四财季财报》中指出, 期内营收113.2亿美元, 同比增长46%, 毛利率提升至45.7%。 公司管理层在财报会上表示, 营收增长主要受益于资料中心产品放量级GEM价格回升。 其HBM大容量DIMM及低功耗伺服器GEM合计收入达100亿美元, 同比增幅超过5倍。 市场分析认为,HBM4价格上涨将进一步推高, 全球记忆体行业景气度。 花旗分析师Christopher Denley预计, 2025年GEM需求量将维持两位数增长, 第四季度价格有望较上一季度上涨25%, 创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季度涨幅。 总体而言,AI伺服器、AI手机及AIPC等终端需求持续扩大, 进一步刺激高频宽记忆体与高密度GEM模组的需求增长。 业内人士指出, AI算力的爆发周期正推动HBM与传统GEM同步提价, 记忆体行业进入新一轮景气上行周期。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